尊敬的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是大年初二 按照我们传统的习俗 是回娘家 这个回家 这个词 对我们修行的人很重要 我们这一生的目标 就是要回老家 回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回家 在哪些地方 积功雷德呢 在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之处 都可以积功雷德 比方佛门说的 面上无称 供养俱远 供养是普贤型 广修供养 一个人 他的脸色 没有称 没有情绪 非常平和 人家看了呢 就很欢喜 很愿意亲近 那这个就是在供养 所以我们佛门的第一堂课 我们进三门 第一堂课是 弥勒菩萨给我们上的 昨天也是弥勒菩萨圣诞 大年初一 那我们 要拿什么供养 弥勒菩萨呢 在普贤型愿评里面讲到 如说修行供养 是第一的 所以弥勒菩萨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 那我们得 如说修行去做 那这个是对弥勒菩萨 真正的供养 弥勒菩萨的表法 笑口常开 大度能容 生平等心 对一切众生平等恭敬 生平等心 成喜悦相 有没有哪一位 大德同修经年的目标 就是多笑一点 这个也挺重要的 所以笑容也是供养 佛法 就是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 所以师长 列出了五个行门 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把佛陀四十九年 所说一切经的行门 都掌握住了 我们照这五个行门去做 都是功德 那我们的生活 就跟往生 极乐世界 是一不是二 我们有没有在修行的时候 觉得 现在 还得煮饭 都是这些冤亲在主 害我的 起这个念头 他已经执着什么是修行 佛法是让我们不要执着 我们不能变成 学着佛了 反而产生了一些执着点 市长讲经的时候说了 佛是让我们放下贪 不是让我们 把贪换对象了 要变成贪法了 我们现在修学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好多不好精 喜欢学很多 求之欲 所以我们学佛是放下执着 放下这些欲望 这一点认知 很重要 不然有可能我们入了佛门 这个贪嗔吃慢 还在增长 自己不知道了 这个求之欲 用了一个欲字 也是欲求 贪求了 我们还没学佛以前 很怕 亲戚朋友一起谈话 人家谈的主题 我们不知道 心里就很难受了 太没面子了 人家谈那个主题 我怎么不知道 由于这个 怕没面子的心 我们就看好多 新发生的事 资料 这就是一种习惯 我们还没学佛以前 我们的思想 言行 已经形成很多习惯了 这些习惯 是要我们自己 心狠静下来 很能 像真子 无日三省无身 来反观 我们才容易看到 举个例子 于静异功 与造神迹 愚公 四十七岁了 家徒 是弊 他十八岁 就考上秀才了 成绩很好 他明不明白道理 那么多经书 四十五经 他都读得很熟 道理应该是明白的 但是 当他的结果 是家徒四壁 他并没有把学的经教用上 他还是觉得 上天很不公平 他还写书文 给上帝 所以显然 能够知道自己的念头 言行 哪里不对 这是我们修学的人 一定要下的功夫 就像我们 前几天跟大家交流到 夏年居老居士说的 学到的人 需打破 自欺一关 使有伤良处 我们不承认自己有错 叫自欺 进一步 我们就会欺人 所以这一关不破 我们能佛法的门 都进不去了 但是这一关要破 我们得下大功夫 比方 昨天大年初一 我们 起了多少个念头 说了多少句话 做了多少事情 那昨天 有没有做错的呢 假如我们现在 想一想 好像没有啊 那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 就是我们 快到圣人的境界了 昨天起那么多念头 讲那么多话 做那么多事 没有觉得有问题 这是第一个情况 第二个情况 就是我们看不到问题 习惯了 曾经听朋友说 去了四川 四川是怕不辣 那我 这个朋友去了 他不吃辣 他就跟厨师讲 千万别给我 放辣椒 那厨师 煮啊 煮啊 别放辣椒 还是放下去了 他太习惯了 他还口上还念着 别放辣椒 辣椒还是放下去了 那这个都很正常 我们 学习啊 就两件事 身处熟 熟处身 佛号本来很陌生 那我们慢慢慢慢 三千五千 一万两万 越来越多 越来越提得起来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要讲到这里说 两万 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心上有佛就好了 念那么多干啥 讲这个话 那得要自己 常常提自己 佛号才行 不然就直理 费事 心上真有 对啊 可是有没有真有 心上不能 常常有佛号 得要靠 世上修 靠这个世上的 修行 不断提醒自己的心 要提起佛号 所以我们修行人 不能打肿脸 冲胖子 不能常常讲 那个理很高 我们世上跟不上 所以黄念主老居士说的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我们是需要提醒的 拿着佛珠 这个手指一接触 提醒自己 别忘了念佛 没有这个佛珠 没有这个提醒 可能念头一出去 过了好一会 不能打妄想 才又拉回来了 所以三十系念 提醒到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及结业之所 一成德自己的程度 只要不念佛 就打妄想了 一打妄想 轮回心 造轮回业 陈德听师长 有一篇教诲 菩提心 贯注在整个生命中 里面师长就说了 做佛是心去做佛 用我们的真心去做佛 轮回心 修什么样的法 都不能往生 所以今天重视 我们在宏护正法 我们也得提醒自己 不能用轮回心 我们在办教育 我们是为了修行 而做事 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心境 而做事 是为了立事练心 练出真心而做事 这件事就是道场 执行是道场 无虚假固碗 这《唯魔绝经》 很精彩的一句经文 无虚假 那等于我们做事 不应付 不虚伪 一切皆从真实心中做 我们是用这样的心 来做事 立事练心 练出真诚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心 我们不能为了做事而做事 不能陷在世里面 生烦恼了 人一陷在世里面 就会着急 就会烦躁 谁这个缘要妙用 一着急 一烦躁 妙不起来 很可能我们就会 情绪做主 自己在世上有情绪 自己受用不了 在做事的时候 堕落了 跟我们一起做事的人 又被我们情绪互相影响 那大家都没有得到受用 那就很可惜了 所以我们要鸿护正法 首先护好我们 这一颗心 那我们想在境界当中 定得住 不会起情绪 不受影响 我们不被境界转了 境界就被我们的真心转了 可是我们这个心要不动 容不容易 不容易 所以养兵千日 用在一时 平常就不能打妄想 平常佛号 不能断 师长知道我们的 不用想 不用思维的时候 当然思维要正思维 要依教去 经教去思维 依照经教思维的时候 这个正能量是提高的 依照自己的习惯 去思维 很可能是负能量 比方说我们习惯往坏处想 消极 容易怀疑 那这样的思维 自己的能量场会下降 所以我们 平常就要练功夫了 平常我们念头很散乱 希望遇到事的时候 定得住 那就不大可能 所以佛号 多多益善 成德 看一篇 偶艺大师的教导 这段教导很精疲 真能念佛 身心世界一切放下 极大不失 一句佛号是万德鸿鸣 菩萨的六度万恨 都在里面 念到身心放下 自我感受放下 自我感受能放下 就能念念为人 自我感受放不下 要为别人想 很难 我不舒服 我不高兴 我不能接受 人家得顺我 我们要人家顺我 我们就做不出 普贤的恒顺众生 修行人要像水一样 可以随缘就方 顺势而为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挺有性格的 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性格 磨掉去横顺 那这个家庭里面 每天都有叮叮当当的事 那我们想一想 老和尚讲经的时候 有没有提说 哪一尊菩萨有性格 大家有听过吗 有一尊菩萨挺有性格 好像没听过 那我们现在学佛 我们学的是大臣佛法 那就要学菩萨 没性格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 所以修行 首先改性格 改喜气 这叫格物 所以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 修生为本 教学为先 这个本 用儒家的两纲八目 这个八目当中 第一个功夫就是格物 格除物欲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 于静欲功 他得要下格物的功夫 所以夏林居老居是说 改喜为立命之机 一个人的命运 要能转变 要改变 改掉自己的习气 习净 业自消 习气 能放下 清净 业障就消掉了 我们看了凡事训 了凡先生能改造命运 他的关键点在哪 我们看清楚 这里面 就有修生为本 教学为先的 窍门 跟智慧在里面 我们俗话常说 内行人看门道 了凡事训这一部经典 包含大臣经典 我们都得很深入 去体会其中 这些佛菩萨 主人翁的表法 就像 法华经 有一品经文 叫常不清菩萨 这一本品经文 我们就要好好去体会了 专门介绍这一尊菩萨 常不清菩萨 遇到人 就给人家顶礼 你有佛性 你一定能成佛 那这个是落实 首先 普贤行 礼敬诸佛 普贤识愿 厚厚胜浅浅 假如没有第一个 礼敬诸佛 第二第三就上不去了 因为我们有礼敬 我们的心 才是真心 我们一不礼敬 有傲慢 那就烦恼做主了 我们今天要学佛 我们的心 用对了 才能领受佛法 所以佛法有一个词 叫法器 器是器皿 能装 我的心要处在 神像的心境 才能把佛陀 老和尚的教法 纳受在心 那首先就是 恭敬 不傲慢 所以印光祖师说 一分沉静 得一分利益 十分沉静 得十分利益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 有啊 我打开 老和尚的 开示 我恭恭敬敬的听 那请问 我们对老和尚的恭敬 有没有用在对家里的人呢 有没有用在对亲戚朋友呢 假如我们对老和尚用的是真心的恭敬 请问真心会不会在 面对亲戚朋友的时候起作用 会啊 假如我们觉得是对老和尚是这样 对别人没有这样 那这个不是真心了 这可能是对老和尚前世的远很好 但里面有情子 一真 一切真 真心一真了 一切都真了 一望 一切都望了 华严经这一句法 用在关照自己 太重要了 我们就不会自欺了 我们不能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要对照经典 不然我们就会落入 自我感觉良好 这个自我感觉良好 常常是跟张三 是跟李世比 不是跟佛菩萨比 我们要比 要跟常不清菩萨比 要跟释迦摩尼佛 跟老和尚比 我们对老和尚的恭敬体现在哪 我遇到同修 一见到我很激动 我常常梦到老和尚 还把他跟老和尚的照片 拿出来给我看 然后还送我一张 我都觉得 我是要接受 还是不接受呢 我接受了 摆了一张 他跟老和尚照的照片 人家一进来 你怎么放这照片 可是我不接受 又没有横顺众神 那四四五爱 还是接受了吗 那我们送人家 自己跟老和尚照的照片干啥 还拿了 你看我们办完课程 你看天空 天空瑞相 拿了一本 翻给我看 学佛最怕着相 你慢慢慢慢 在那里翻给人家看 又遇到 太殊胜了 太赞叹了 你又自我感觉良好 就会灼了 所以我们的心 随时会因境界 产生染灼 瘫灼 在里面 所以佛法 重实质 不重形式 这话就是怕我们 灼了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正住双修 住修 就是积功雷德 在哪里积功雷德 生活 工作 处世待人 结武 通通都是功德 通通都是念佛 念这个字 老师上说的 金心 心上真有佛 我们冷静去 体会一下 师长在讲经当中 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哪一句 我们举一两句 老师上常说 落实在生活 工作 处世待人 结武 因为假如不落实 听经是听经 生活是生活 恶 佛法是不恶法 我们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 我们就入不了佛门了 另一句 老师上最常讲的 六根接触六层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今天觉得念佛才是修行 我煮饭给家里人吃 不是修行 就分别了 就执着了 所以假如我们没有把老师上 常常提的这些经句 真正深入去体悟 我们会在学佛的过程当中 越学越分别 越学越执着 当我们觉得念佛才是修行 那我们会执着念佛 然后家里的事 就不是很愿意干 学如逆水行舟 不静则退 我们对自己的分别执着点 没有办法看到 那他只会静 越来越多 所以师长常常说 你会吗 会不会修行 会不会能观照到 我们念头的分别执着处 进而能够去把它放下 就像我们今天煮饭 礼敬诸佛 我这个是煮给 诸佛吃的 家里的人 都是弥陀 自信弥陀 那这一盘菜 就是广修供养 煮这个饭 就是普贤型 像我们 诸位法师 他们常常都在厨房 煮菜给大家吃 你看他们 脸都这么圆 煮着煮着 智慧福报都增长 所以我得好好向他们 学习学习 我说要吃胖一点 发了好几年的愿 每年都开空头支票 明明食言而肥 我怎么肥不起来 这个能不能肥 我们要从根本修 修身为本 人要有福报 量大福才会大 应该扩宽心量 所以我得到厨房走一走 广修供养一下 想当年 22年前 我在学院是做过馒头的 虽然做得腰酸被动 得趁没有人的时候 到旁边休息 因为做的人年纪都比我大 他们都没休息 我不好意思休息 当时候一做都是几百个馒头 学院的馒头特别好吃 我才住了两个多月 就胖了五公斤了 所以命中注定 得吃佛门的饭才能胖 得常常回到道场来 就像这个佛门有 节下安居 回到僧团 回到道场 心静下来 不然每天瞎忙 不行 忙忙忙到都 先到寺里面去了 所以成德能跟大家分享一点 都是自己以前 跟现在犯的故事太多了 所以广修共养 希望大家不犯我 走过的这些错误 所以当性佛经与生 佛法其身无敌 其广无边 这一句不恶法门在哪 在我们每一个当下的心念 不能去分别 我们才能住不恶法门 才能住在真心 我们在一切境界 得不分别 不执着 不起心 不动念 我们还做不到 师父让我们念 在每个境界 不分别 不执着 我们一遇到人 我喜欢他 我讨厌他 就分别了 就执着了 真修行人 遇到好的缘 那个喜欢 要控制住 不然 你就看不到 他的问题了 你就互念不老他了 人莫知其子之恶 莫知其苗之硕 大学这一句很有味道 好儿知其恶 物儿知其美者 天下嫌疑 夫妻之间 要做同参道友 可不简单 夫妻 姻缘不错的 我看了好几对了 感情很好 另一半的问题 看不到 还帮另一半掩饰 比方说 先生脾气很大 这个太太 反正她也是为了道场好吗 掩饰 帮先生掩饰 所以这个 喜欢一起作用 也不是真心 因无所住 真心一法不利 还有这个喜欢的感觉太强烈了 不容易看到对方的不足 这是夫妻 关系好 修行 也是个挑战 夫妻关系不好 也是个挑战 关系一不好 就觉得对方什么优点都没有 因为心理 放着对方的不好 他就开始发酵 发酵 到最后发展成 本来人家很多优点 在我们眼中 一个优点都没有 我曾经 有一次在广东讲课 我说夫妻相处 一句真言 只看对方的优点 不看对方的缺点 有一个女性 马上在台下很大声 喊了一声 没有优点 你看我们在台上 也会有境界 你讲一句 底下给你反驳一句 没有优点 这个时候我们也要不动心 不然就跟他台上台下 辩论起来 这个时候 我念了几句阿弥陀佛 心理念 不是嘴巴念出来 不然人家还以为我在骂人 不能让众生起庆悼念 不能做出让众生误会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要有敏感度 防止众生起心动念 心理念 然后我就带着微笑 走下台去 到了这个女士的面前 我说这位女士 你的先生没有优点 你还嫁给他 你真像我们佛门说的 地藏菩萨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呢 我们一念佛 就有佛菩萨加持 因为我刚刚那一段 不是我事先写的台词 所以心 能定得住 佛菩萨加持的力量 会给我们灵感 所以佛门这些话都很深 真心一法不利 我们一遇到另一半 遇到亲人朋友 马上心里就有很多影像浮现出来了 代表我们的心里面本来就放东西了 遇到境界就检查出来了 所以我们得练不落影像 不落影像 不分别 不执着 心 就得在境界当中 练这些功夫 所以 师长常讲的这些话 都是修行的重点 我们刚刚说 好多 不好精 现在修行就喜欢多 不喜欢一句 把它落实透彻 我们今天真的肯把这一句 老上说的 会修行六根接触六成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真落实这一句 每一天都能查到自己念头出在哪 这个念头分别了 这个念头执着了 这个念头有傲慢了 这个念头有怀疑了 发现自己过失叫开悟了 能够贯彻老上这一句 那每一天开悟好多次 看清楚了 肯去改正自己的故事 真修行了 我们新年新希望 我们发个愿 今年彻底落实 老上一句 真去做了 就会体会到落实一句的妙处 因为只要落实一句 心就越来越真诚 不管哪一句 落实一句 心就越来越清静 举个例子 我们落实 念念为他人着想 大家想一想 这一句落实三个月 这个人会不会越真诚 会不会越清静 会不会越平等 会不会越慈悲 会啊 因为每一句经句 是帮我们 恢复真心的 恢复自信的 你从这一句 做彻底了 真心就透出来了 这个真心一透出来 它又用在哪 又用在 生活工作 主世代人的 每个静缘 所以佛法不是要学得很多 要重在 力行 所以李扁兰老师说 白衣学佛 不理事法 必须敦伦净奋 佛法没有离开 我们的五轮角色 处世不忘菩提 我们处世代人皆悟 绝对不能忘了菩提心 不能忘了用真心 处世不忘菩提 要在行解相应 李老为什么要把行字 放前面去 代表佛门 更重力行 我们假如求解 不求证 就会 不立行 但学文 会长浮华 所以 这些都是主师 他们总结 他们观察我们 修行的问题 刚刚刚 跟大家提的 这几点 是台湾有一位 原音法师 他有一本书 叫 《毛蓬杂记》 是他在 闭关修行 写下来的 都是用毛笔 我们当时 看的时候 看到他老人家 都是写 黄念族 老居士说什么 李秉兰 老居士说什么 他出家人 这些在家的高僧 这个大德 他都写了 他真的是 数而不作 他成就很高 他是 燦云法师的 学生 他留下来的 设例子 非常多 但我们看到 他都是 身赞身 称赞 不只是出家人 在家人 他都非常称赞 他整理了三点 第一点 好多 不好精 这每一点 我们都得下功夫 不然我们很难 不犯这几点 求解 不求证 很喜欢听经 不喜欢落实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非常恭敬老和尚 我不恭敬别人 恭敬老和尚 体现在哪 不是嘴上讲的 体现在 在把老和尚的教诲 落实 什么才是对老和尚的供养 如说修行 排在第一 可老和尚就是叫我们 扩宽心量 要包拢一些人 要礼敬一些人 而且老和尚不只讲 他表演给我们看 我们看了 尤其 最震撼的 陷害老和尚的人 出现了 我们在旁边 都压着 不生气 看到他已经有一点火气要上来 看到老和尚 来来来 坐坐坐 这个对他很礼遇 越看 越财贵 陷害老和尚的人 老和尚还是礼敬 还是供养他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一样 那自己有这个福报 看老和尚面对陷害他的人 都是礼敬 那这是不是 陈德的福报 我能看到是我的缘 是我的福报 那我怎么珍惜这个福报 效法老和尚 不然我这个福报就爆掉了 别人不一定有这个机会 当然我今天讲给大家 这也是 大家的姻缘 大家不能分别 我又没有亲自看到 那又分别 我们看 孟子没有遇到孔子 他学到亚圣 偶艺大师没有见到莲池大师 他是莲宗九祖 所以不能分别 所以有一本书 红灵法师的词碑 他编出来的 老和尚的身教 集合那么多 世众弟子 对老和尚行持的回忆 我们打开那本书 每一个世众同修分享的 那是他跟老和尚的缘 我们能看的时候 我们能看的时候 就像自己是当机者一样 就像自己在现场一样 每看一则 纳受在心 我要效法 老和尚这一点 那本书看下来 落实下来 您没有八分向老和尚 也有五六分向老和尚 物质报 物质记 圣与贤 可寻致 因为眼睛是灵魂之窗 假如我们马上把弟子归这一句 圣与贤可寻致 那个眼神就会这样 炯炯有神 不会是 我们听经得要随闻入关 老上这一句话 讲给谁听的 讲给我听的 我是当机者 这么听 句句都有受用 所以刚刚讲到 偶艺大师 一段教诲 真能念佛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大不时 把自己的性 这个性格 自我感受 透过佛号 慢慢把它放下来 活一天 为众生做一天 大不时 真能念佛 不富其贪嗔痴 大持戒 佛号一生 接一生 就不会去想 澳壁了 不会去想美精了 不富其贪嗔痴 大持戒 真能念佛 真能念佛 不计是非 我自己 我自己先做好 正极 才能化人 我们先不要求别人 正极 而不求于人 则无愿 我们 先要求自己 这就是忠树的存心 要求自己 严格 叫忠 不求于人 树 忠树 离道不远 就跟真心相应 人家就不会埋怨我们 而且 我们先要求自己 这个心念 正极的心念 就会感动别人了 也自我要求 人的心 是互相交感的 我们 自我要求 就会带动他人 自我反省 可是假如我们是 要求别人了 就会带动对方 也是要求别人 那就互相要求了 各相责 天翻地覆 各自责 天清地凝 心是根本 修身为本 所以老和尚说 从根本修 从起心动念处修 所以不计是非人我 即大忍辱 不骚 剑断 夹杂 佛号一生接一生 妄念 邪念 不让他起来 大精进 都没有浪费时间 不复妄想 持足 这妄念 不会相续 佛号提起来 大禅定 不忘正念 禅定 因为念念都是正念 心就不会被境界 起贪嗔痴了 不会被转 定得住了 真能念佛 不为他其所获 你不会被其他的法门 其他的宗教 所影响 那真有智慧 若能适得此法门 我们珍惜这个法门 一切诸佛 皆随喜 一切诸佛 也不跟你介绍 其他法门 他会说 善哉 善哉 他会一直加持 念佛人 所以应主这一句 开始很精彩 万德和明 六度万恨 都在里面 而这一篇开示当中 欧依大师有指导 念佛 一开始修行 还是要记述 或三万 或五万 我当时一听 怎么起跳那么高 三万 后来 又听到黄念祖老居士 他给同修有一个专题开示 叫尽中心耀 尽土中的心耀 他依阿弥陀经跟无量寿经 给我们开解 阿弥陀经讲的 信愿持明 这就是尽中的心耀 三字两 无量寿经发菩提心 以下专念 其实真性切愿 就是菩提心 真性切愿的人 念求生净土 净土违规 这个心就是菩提心 我现在什么都不求了 就求见阿弥陀佛 就求往生极乐世界 偶一大师的 劝发菩提心文里面 讲十个因缘 我们能发菩提心 其中一个因缘 就是念求生净土 而且我们在念这句佛 我们在念这句佛的时候 我不能辜负 释迦牟尼佛 我不能辜负老和尚 念这一句佛就有 念本师恩 念师掌恩 所以小本 跟大本 五量寿经 通通教的是一样 都是 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幸运辞明 就是菩提心 黄老 还没有讲静中心药 谈的一段话 很震撼自己 黄老说 我是生死的凡夫 就不能不注重修行 我每天 要修法 他是密宗上师 他还要超度众生 我还要注解 大经解 每天的任务还很多 但是我还得要重视修行 所以 每天一定 佛号三万 我当时头皮都发麻 老人家身体不好 任务还多 他每一天的定课 佛号三万 后来亲自看到他老人家 接受 美国同修 到了北京去请教他问题 这个网上都有 达克问 当黄老 在跟美国同修 解答问题的时候 他手上的佛珠 没有 一刻停下来 都在念 当然我们不能学相 假如今天你听完 黄老这个例子了 跟你朋友聊天 人家搞不清楚 啥状况 还是 你面对亲戚朋友的时候 一直守在那里动 然后呢 动动动 你刚刚说什么 都没听清楚人家的话 听人家讲话 理尽诸佛也是念佛 公公正经 听他讲 当然 你边听 可以听清楚 又可以念佛 当然 更好 这个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要针对自己的情况 师长这些教诲 怎么用在自己当下的状况 这个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这个不能学相 像同修就有问题了 说我在做家务的时候 可不可以听经啊 那我不能回答 可以不可以啊 我要怎么回答 你今天做家务的时候啊 你听经可以听得很清楚 很受用 那你可以听啊 假如你在做家务的时候 听经呢 家务也没做好 经也没听清楚 那要调整 调整 因为你不得受用了嘛 那我们可以换一下 你做家务的时候啊 念佛 尤其脱地的时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那有节奏的啊 早上一起来刷牙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只要不用脑的时候啊 佛号跟着节奏啊 都可以念的啊 所以我们啊 修行啊 这一句师父领境们 修行靠个人 很有道理的啊 我们不能依赖老和尚啊 尤其要自己去领悟啊 你看修行成就的人 感谢他的老师啊 没有给他说破啊 点到为止啊 让他自己好好去领悟啊 可是我们学习的习惯啊 你赶快告诉我吧 全告诉我吧 我们的习惯是什么 学知识 我自己啊 开始学佛好多年了 这个惯性转不过来啊 都是 灌输性的学习 喜欢抄笔记啊 抄好多本啊 抄完之后一本也没看过 不抄好像心里不踏实 所以你看老子上 去根理老学啊 你就专注听 不用抄笔记 那可能我这么一讲完 有人要生烦恼了 哎呀我不抄笔记啊 好像听完 啥都想不起来了 假如你抄笔记还会看 还会有受用 那你就抄吧 法没有定法 但是假如我们真的抄了以后 从来没看过 那不如专心听吧 我什么都没说 大家也什么都没听 这个佛门这些话很有味道了 说而无说 听而无听 我假如说而有说啊 我下去之后就会盯着某个人 你有没有照我说的做 人家没有照做了 我就生烦恼了 说而无说 我们当老师的假如说而有说 每天就变警察了 我昨天才讲 那听而无听啊 这个无听就是你没有落一个执着点 你是新神领会的 所以有一个故事说了 传说这个张三丰啊 要传给张无忌太极拳 无忌啊 注意看 他就把太极拳打了一遍 打完之后问 张无忌记得多少 他说施工啊 记得七八成 好 再看一遍 他就打了第二遍了 又问 张无忌说 施工啊 只记得三四成 好 再看第三遍 打到一半了 张无忌说 施工 我全忘了 张三丰说 好 就是这样 不是记外在的什么 招数 你记那个招数 死的啊 你记的招数 就在那里硬透工事啊 你领会的是什么 原理原则啊 万变不离其中啊 这样才能活学活用啊 所以十年音乐里面啊 老儿上和盘拖出啊 他怎么跟李秉兰老师学的 老儿上说 这没法教的啊 老师讲一句 你会一句 死的啊 不能变化 你得长期跟随老师 然后 长期跟随 你掌握了老师的理念 老师的思想体系 老师教学的原理原则 方法 你掌握住了 灵活运用啊 所以佛法讲 不能走向啊 我曾经 看到 有同修 上去副讲 老儿上讲了 他才三十岁左右啊 结果他讲的语调 跟老儿上一样啊 老儿上那时候都八十岁啦 一个三十岁的人 讲话跟八十岁一样 连表情他也做得跟老儿上一样啊 我看的鸡皮疙瘩都行 所以我们这个着相 也是一种习惯啊 我们要学老儿上 三不管 你得有老儿上的福报 老儿上有韩馆长护士啊 那他有护法啊 今天你已经有执事了 我说我学三不管 那还得了啊 世间人看到我们不负责任啊 你有那个名 你就要尽那个责任啊 不然叫尸职啊 所以我很怕挂名啊 你挂了名 你没有尽那个责任 你要负因果责任的啊 所以我胖不了啊 虚名太多了 挂上去你不尽职不行啊 我在汉学院三个班的班主任啊 你挂了班主任 你不关心同学 你失职啊 所以老儿上的法 你得看自己的因缘状况啊 你不能拿这个 我三不管来推卸责任啊 那不行啊 那我们表的话 连世间没学佛的人 他都不可能认同我们 世间人他当爸爸他有责任啊 他当领导他有责任啊 他怎么可以不管啊 当然 你当的总干事啊 还是可以三不管啊 什么 心上 世上可以管 心上啊 半晚就放下了 怕的就是那个管人的心啊 控制要求上来了 甚至于什么 太操心的性格了 事情都已经交半晚了 还一直挂在心上 这样就不好了 这个都是练心哦 所以夏连居老居士讲得好啊 这一句法语当中啊 含一切境界 我们真的太有福报了 遇到释迦牟尼佛 遇到那么多佛菩萨事件 遇到那么多的祖师 你看我们眼前 老和尚 夏老 黄老 礼宾老 海贤老和尚 张家大师 方教授 我们讲到了 红衣大师 这么多人都是来成就自己 而且他们一句法语 就含一切了 重点是我们要珍惜啊 珍惜表现在哪 放在心上 真把它用出来 我们看阴光祖师一段话 好短啊 无论在家出家 必须上境下河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待人之老 成人之美 大家熟悉这一段法语吧 这里面有三浮六合 三学六度 普贤十愿 看到这些祖师法语 真羡慕啊 怎么讲啊 都是圆满的 可以长讲 可以短讲啊 为什么 他真心讲出来 哪怕一句话 就含一切净了 我们看看夏老子一句话 他说 凡是念佛 处事 都要用第一念 勿用第二念 因为第二念 就有分别执着 所以我们修行 不管是念佛 还是做事情 都是念 不分别 不执着 要用真心 念佛 念佛时 接下来这十六个字 很重要 我们别把修行 搞得太复杂 一切莫管 就是念佛的时候 万元放下 一念单体 一切莫管 字句分明 平平常常 老实念去 所以念佛 复不复杂 不念 不复杂 这十六个字 就一个字 一句 念清楚 听清楚 这个就是第一念 或经照普度 在念佛的时候 还要装一个 让人家看起来 我很庄严 这个是 装个样子 这个身心不放松 照 就是急照 越念心 反而急起来 普度 在那里想 我还要念多久 才能一心不乱 在那里想事情 或 这个 既功求素 你急于求成 所以我们好多同学都说 我明年要安稳一点 稳重一点 不能急照 不急照在那里念 在念佛的时候 在做一切事的时候 在一切严动的时候 都要提醒自己 不能急照 或 背静向心 就连一个念头说 我不要 灼在外面 像我的内心 连这些念头 都不要急 这个是 夏老 的指导 处事当中 夏老说的 处事时 扩兰而大功 大功无事 物来而顺应 事已过物流至 事情已经办过了 不要放在心上 事未至物将影 事情还没来 不要去担忧 害怕它 坦坦荡荡 见空横平 第一念 我们学佛就是 舍事用根 转事成志 什么时候 在转事成志 在一切做事的时候 面对一切静的时候 不要用第二念 就是不要用分别执着 那什么时候会分别执着 夏老说的 或计较人我 我们有人我是非的念头 就不是用第一念 或沾固得失 我们在做事的时候 里面有得失心 沾前顾后 犹豫不决 或基于意气 或迁于感情 这个都是用第二念 我们看这一句法语 有没有含我们一切境界 何处是道场 处处都是道场 所以我们再经 不再多 每一句法语 都能够让我们的境界 向上提升 我们新的一年 选一句法语 好好落实三个月 还有定一个功课 每天念一万神佛号 黄念老说 不念一万 不叫念 因为我们一天 不念一万 我们的妄想会很多 当然 假如你习惯念慢的 比方说同修都念 阿弥陀佛 他假如念那么慢 我一说念一万 他回去睡不着觉 我念一万是 impossible的事情 所以大家 依亦不依语 那四一法重不重要 念一万的意思是什么 佛号要比妄念多 不然根本扶不住他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及结业之所 其实说实在的 修行人就是要下大决心 你决心一下 人有志心求道 精静不止 会当刻骨 何愿不得 念一万不难 陈德也是去年下半年 下了这个决心 现在慢慢觉得一万不难 结果除夕夜 过几分钟 就happy new year 刚好跟北美的同修拜年 我说我请人家念一万 我得念两万 所以昨天大年初一 有达成任务 真的是看你有没有心 也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我们这个兔年 牢上属兔的 会有牢上的加持 我们得发愿 具体来下功夫 不然一年一年再过 很快 自己觉得 从事教学 是自己人生最大的一个幸福 因为教学可以相长 因为教学 自己讲出去的话 说不回来 陈德第一年代班 35个学生 我给他们讲弟子规 讲道理 一讲完 35个眼睛就看着我了 比方 我给他们讲 过能改归于五 唐眼试 真一辜 错了要承认 自己掩饰的 又错上加错了 孩子心 很清静 他们寄东西很厉害的 结果有一次 我做错了 当我在台上 在解释的时候 因为那个解释 也是一种习惯 我们常常想 文过心 人家劝我们 我们能接受 首先要放下解释 当别人要提醒我们 我们马上解释的时候 人家提醒我们的心就降下来 人家就不愿意讲 人家一提醒我们 谢谢 请你继续讲 所以我们要落实 弟子规的一句 不容易有 要落实一句 要放下习气 放下一个习气才行 比方 见人善及时起 容不容易做到 我们见人善及嫉妒 有什么了不起 那个嫉妒心没有放下 要拾起 办不到 卡住了 见人恶及内省 这一句要放下 见人恶及见人家过的 习性才行 不然我们见人恶及对立 见人恶及指责 得把见人过的习气放下 才能往内 不然就往外 左 陈德 这个二十年前分享弟子规 叫出身之赌 不畏乎 在台上讲得 天花乱坠了 现在叫我讲了 有点不敢讲 每一句要落实不简单 不敢讲还得讲 哪怕自己做得不够 错误的地方也是一种空 那刚好 我们极乐士 有邀请 陈德 跟 有志于一条龙教学的 老师 共学 这个是一年多前 应该有一年半左右 每个礼拜一次 那刚好 极乐士 有活动 就暂停 每个礼拜六 交流 那因为 主办单位 他们有列了一些老儿上 对一条龙的开示 包含我们一起学习了 印光祖师 天下太平 这根本 都是谈家庭教育的 那还有就是 一起学习三根 就地址归 台上改变 十三一道经 所以 二十八号 过年这两周都停课 二十八号 陈德 识别多年 重新跟大家交流 地址归 所以 要落实一句 得放下习气 才能彻底落实它 那刚刚提到 当时候 陈德第一年代班 那自己还有很多毛病习气 现前 那这个面子放不下了 就开始解释了 那我是比较敏锐一点 当我在解释的时候 我就看到 三十五个学生的表情 越来越不认可 我也越来越讲不下去了 后来就 狠下一个心 讲了一句 老师错了 给他们举了一个弓 当我头抬起来的时候 我看到 学生的眼睛是放光的 为什么 他们看到老师也认错 所以当老师有一个好处 讲出去的道理 学生都会看着我们 我们就不容易懈怠了 因为自己也是很懈怠的人 学佛都学了 二十六年了 一万身佛号 都没做到 那就是挑着学 老和尚讲无量受精的时候 特别强调 分秒必争 这个佛号要分秒必争 分秒必争怎么会 一万身念不到呢 那代表我还是挑着学的 挑老和尚 这一句我喜欢 那一句我暂时先放一放 那我得想想 我假如以这样的心来跟老和尚学 那我是跟自己的分别执着学 不是跟老和尚学 这个是向上跟老和尚学 实质上 自己的分别执着念在做主 所以老和尚在十年音乐里面说了 传人 没有别的 百分之百听话 那百分之百听话 就是不会挑他老人家的教诲学 都是 老人家是河盘脱出 那我们要做真地子就得 全然纳受 在新 所以很惭愧 自己也是懈怠 堕落二十年 都五十岁了 现在想精进 有时候体力都不行 何不于强健时 努力修缮 愈何待乎 那见人善即时起 黄老那样的状况 那样的忙碌 他一天还三万生 那我们不急起直追 那不就辜负了 他们为我们的表演吗 他老人家的表演 没有起心动炼 为谁表演 为我表演的 他所讲所做 都在提醒我怎么修行 我看了不效法 那我跟他的缘 这个福报就爆掉了 以他老人家的修行 这么高 密宗沉船 禅宗开悟 我们看看他老人家 最后的日子怎么过的 一天 十四万生佛号 他修行那么高 为什么他一天 最后的表演 是十四万生 为谁表演 为我们每一个 有缘的众生 不能掉以轻心 好 那 我们 今天一开始 跟大家谈 正柱双修 谈到柱修 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皆物 通通是道场 通通通是念佛 我们用这样的心 才能积功累得 才不增长分别执着 这个才是助修 而我们所修 通通不求 世间福报 不求来生 所有善根 心心 心心 回向 怨生 极乐世界 这是十八院里面的 教会 那我们 正柱双修了 我们就能 回老家了 而且今天 是回娘家的日子 提醒自己 要回家 假如一提醒 大家只想到自己 那不行 回家 要多带一些人 所以 首先带谁 佛法讲缘分 随缘 那首先要带 跟我们缘 比较深的人 所以过年期间 亲戚朋友相聚 为众开法障 广师功德宝 教学为先 相聚 就是一股因缘 这个时候 开笔智慧眼 获得光明声 急法骨 建法床 药会日 泼斥安 调众生 宣妙里 所以无量寿经 在哪里 在年夜饭上 在大年初一的 拜年上 佛法是不恶法 当然 成德这么讲 大家不要 亲戚朋友 来给你拜年 来来来 坐下来 我讲无量寿经 给你们听 通通坐好 人家马上 对不起 我待会儿有一点事 要什么 论悟细无声 你不能做得 让人家感觉 太严肃了 要以横顺众生 别人能 接受的一种氛围 很自然地去交流 我们看老师 跟人家聊天 不管人家聊什么话题 老师 马上转回佛法来了 而且转得 不落痕迹 让人家听了也很舒服 很受启发 不能人家一讲话 你那个都是轮回性造 轮回业 人家一听压力大得不得了 人家一听 人家一说到 我最近身体不是很舒服 业障太重 所以隔言别录里面 教我们人情事理 宏一大师 为什么要挑这些句子 教我们言语也要 知所先后 择敬道义啊 言语啊 要顺人心 我们要能体恤到人心 才能顺得了人心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能不能体会到别人的感受 别人的接受度 这种能力是每个人本有的 我们本有慈悲心 本有真诚心 我们是有分别执着的烦恼习气 现前了 我们这个能力就慢慢慢慢就下降了 比方说我们好为人师的 这个傲慢一起来 我们就体恤不到人家的心了 有时候我们一讲话 都只有别人听我们讲的份 那一定要盖过来 今天我们要知其心 才能掌其善救其师 多倾听 知道学生的心 亲戚朋友的心 你在互念他的时候 就很对他的机 这个多倾听 也是修行的必修功课 所以宏毅大师讲到了 要调剂人情 发明示例 那个调剂人情 就让人听得很温暖 很舒服 他已经生病了 你要体恤到 他已经有病的苦恼 你要先安慰他 你不能一句惊叫 先压过去 当你先安慰他的时候 他感受到你为他好 就有信任 君子信而后见 相信了 他知道你为他好了 这个时候你再提醒他 他很容易接受 所以孔门四科 第一是德行 第二是言语 第三是正式 第四是文学 那这个我们都熟悉 孔子教这四门 但是我们得要问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曾经 花十个小时 好好深入 怎么讲话 有没有下过这个功夫 当我们不重视 说话的修养 我们还是会顺着 我们本来说话的习惯 强者先迁 有没有可能 我们还没学佛以前 讲话的习惯 都跟经教相应 有没有可能 有 再来人 不对 再来人也不会这样 为什么 再来人 他没有起心动念 他应什么 应激 他一表演 表演什么 众生犯错 他也犯 但是他犯了错 他猛然醒悟 他破腐沉舟 改过来 举例子 应光祖师 大士士菩萨再来了 他也毁谤佛法 因为他学乳 他还没有了解佛法以前 他也造这个业 之后眼睛 看不见 古报现前 可是他老人家 对佛法有信心 还是念佛 精进 最后眼睛好了 也表演给我们看 偶艺大师 都是啊 包含师父上人 他还没有遇到 方东北教授 他也觉得佛法是迷信 他们都是应激 给我们表演 所以佛经与身 这一句强者先迁 我们得重视他 我们得问问自己 我现在处理事情 是依照经典的教诲 还是我没学佛以前的习惯 所以修身 修行 师长指导我们 修正错误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那我们的想法 看法 是学佛以前 还是学佛以后的呢 这些只有我们自己去检查 别人帮不上忙 这才是我们实质的修行 重实质 不重形式 好 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 回家 我们的念头 是想到自己而已 还是想到 有缘的人 所以我们过节的时候 中国人的精神 华人的精神是什么 过节就是团圆 和合 一个家团结 对人的精神 有着远远不绝的动力 家是他的归宿 家是他心灵的港湾 但是假如家常常会吵闹 这个人心就没归宿了 这个人精神有负担 负担久了 精神会出问题 所以现在有一个病 抑郁症 忧郁症越来越多了 其实 这个症状 影响最大的就是家庭 所以 我们这些过节 也都有我们老祖先 他的智慧在里面 你看一个月圆 中秋节 透过这个圆 来让家庭 家族懂得团圆 那中秋节 刚好有一个同修 发了一段 四句寄给我 我印象很深刻 但愿人长久 下一句是什么 你可不能发给人家千里共残绢 这样怕他这个 当然他喜欢写诗的话 你先横顺他一下 但是我们发的东西 尽量不要造成他情职提升 要顺势把他的情职 引导到更高的精神去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清卷永团聚 法界逍遥游 为什么 我们这么清的清人 所想的不一样 所说所做都不一样 善恶或福 追命所生 道路不同 会见无奇 下辈子不见了 不认识了 请问大家 你记得你 上辈子的爸爸妈妈吗 对啊 所以清人之间 要能长久在一起 只有一个方法 一起念阿弥陀佛 一起往生极乐世界 一起跟着阿弥陀佛 在司法界度众生 你看多自在啊 然后要跟阿弥陀佛 来的时候分配一下 这一次你当爸爸 我当儿子 配合起来很愉快 现在世间最缺什么榜样 好 我们下去吧 所以这个 回娘家 要多带一些人回去 好 这个开头啊 开得有点长 我们开了三点 很重要 不能好多 不好精 不能求解 不求正 还有一点 不能逐末 不求本 修行 要从根本修 君子物本 本利而 道生 那我们要检查自己了 修行靠个人 今天我面对任何事 我有没有养成一个习惯 我从根本怎么处理 修行就是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 佛号越来越熟 正念 这种正思维 一遇到事 都是想着从根本去解决的 这个习惯有没有越来越熟 因为我们不提起这个心念 我们就会灼在枝末上 我们想一想 一个人舍本足末 旁边的善缘力量再大 能帮他多少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个人 生病了 很严重的病 一接到医生通知了 下一个念头是什么 赶快找外在的缘 找医生 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在哪 在自己 自己糟蹋这个身体 已经好多年了 才会出这个问题 今天假如我们的念头 我去找一个医生 给我扎一次针 我就万事OK了 请问他这个心态 不放下 医生能帮得上他吗 不可能 自助者天助 自救者天救 我们自己的心念不对的时候 别人是帮 帮我们是很有限的 我们都有一个习惯 只要让我 换一个单位 我问题就解决了 只要让我 找到一个传统文化的学校 我问题就解决了 只要让我换另一半 我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都是心外求法 是外道 就好像我们都是跟师父上人学习的 大家相不相信师父所教的 都能解决我们现在当下的问题 大家相不相信 大家相信 我们把牢上的教诲用上了 我们现在心里都没事 应该都没有烦恼的事 假如还有 老牢上的经教 我们没有用出来 因为用出来了 理得 心就安了 我们遇到事 会把责任推到境界上 我们遇到事 就会依赖 我找一个人来 找到了就OK了 假如找一个人 问题就解决了 那佛菩萨同体大悲 他早就来了 佛菩萨怎么帮我们的 讲经说法 为什么佛菩萨身份 视线了就要走 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过这个问题 现在我有遇到一些邪教 都说他是什么 观世音菩萨再来的 隔天也没走 我直接可以跟观世音菩萨沟通 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众生 这个有留弊的 大家相信佛菩萨同体大悲吗 大家相信老和尚的同体大悲吗 那我们都相信 我们现在有烦恼 佛菩萨知不知道 他会不会加持 当然会加持 可是我们的烦恼怎么没解决 因为我们顺着自己的想法 我们没有随顺佛菩萨 圣贤教诲 他想加持 加持不上 这些道理 得我们自己用心去体会 万法因缘身 佛菩萨同体大悲 对我们来讲是个缘 因在我们身上 我们随顺恨 我们随顺烦恼了 不只他加持不上 磨得其辩 磨看到可贵的红法团体 他又破坏 他靠什么破坏 靠生烦恼的人 他就冥冥中 让他的烦恼越来越强 所以现在是法洛魔抢 佛菩萨跟魔王在抢人 我们现在都在 宏护正法的团体里面 我们念头一阵 诸佛如来 称明即是 欲光时 佛光马上就到了 珍重此时 莫空过 现在磨的力量很强 我们一个正念 保持不了 这些磨的力量就进来了 然后他一进来 你烦恼一起来 就开始滑手机了 很烦躁 滑滑滑一滑 两个小时过去了 哇 情绪一不好 恶性循环就来了 所以我们 这个圆 是掌握在我们手上的 我们要去接受什么圆 你去接受手机 还是接受老儿上的尖叫 那是决然不同的发展 手机 那个抖音 不能一个化过一个 我这么一讲 这抖音要来找我 抖音里面好的 有老儿上讲的可以 会让我们起烦恼的 起贪嗔吃卖乙的 不能看 连抖音也不能得罪 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信仰 我们真的要看清楚 现在的局面 这个一念之差 天壤之别 我们一个正念 佛菩萨一加持 我们代佛 洪抖正法 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我们二十多岁的时候 听老儿上讲经 老儿上说 年轻人 要慷慨一点 不要吝啬 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这一念真的发出来 马上就起感应道交 自诚感通 承德也是给大家一点信心 我的中文是最差的 常常在台上讲 想一个成语讲不出来 顿了好几秒钟 你们应该都有看出来 但是呢 虽然自己中文不好 可是老儿上没有说 中文不好不能红法 老儿上只教了 自诚感通 自诚心是我们本有的 只要我肯拿出来就好了 我有一个 俗家结拜的大哥 他说 你上台像条楼 下台像条丑 就是这个台上的加持力 很不一样 当然不能台上台下不一样 也不行 这就入不了不恶法门 台上讲话不离经教 不兴事与要在政论 下的台也是要一样的 好 所以 修行 修正 想法 看法 我们有很多想法 看法 它是一种习惯的 遇到事了 我们要把它调整过来 都从根本去看待问题 都从根本去思维问题 一定能想到相应的 教理跟方法 一定能好好把它解决掉 因为 任何的事 离不开 因缘所生法 因 主要因素是什么 缘 次要的因素是什么 我们都能把事情 分析客观 我们一不从根本去思考 我们就开始慌了 就会去 要找依赖 找依靠 都是向外 一切福田 不离方寸 从心而密 感而不通 我们 一物本 一从根本思考问题 佛菩萨马上交感 来指导我们 感应不是意 佛菩萨是法界身 我们的心念对了 他不可能 不用硬化身来帮我们 甚至于他不可能 不派人跟姻缘 来帮我们 好 今天 时间到了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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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